造房子喽 冲啊 让我想想 我这房子还缺了点什么 哎 有了 我要给房间造一个入口 然后把工作台放在房间里 以后这儿就是我的窗台了 哦 哈哈 这什么鬼啊 昨晚我的房间里是刷新了一只小白吗 哎 那么 工作台放哪儿好呢 就放在这儿吧 这一块以后就当作客厅了 现在要多做一点台阶 走 我们去铺台阶 要把这里铺成一个小别院的样式 然后在拐角口放上一个台阶底 这样会更真实一些 当然了 这边也要放一个 我想想 别院里再放上一些不完好 毕竟是泥土地 换上去不会那么丑了 嘿嘿嘿 这样就好看多了 然后在这边放上三块小台阶 这样呢会显得更加自然一些 再把门给补上 这样才像个屋子了嘛 还有 哦 对了 还有栅栏 栅栏的数量倒是不用太多 一组就够 它的作用呢 就是将我的小别院给围起来 咳咳 是不是别有一般风情呢 再把这上面给补起来 怎么有一点像外婆家的葡萄架呀 接下来的任务呢 是把屋顶给造好 哎呀 总算全部做完了 更累死我了 造房子可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防止第二天我回到这里啊 出现苦力怕什么的 插个火把更加稳健 我去去 什么鬼 我玩的是1.14版本还是海洋版本呢 你一时当着我的面杀心了 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单挑呢 我身上没武器啊 斗技打不大呢 算了 只要你别过来 我就不给你一半件事 嘿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投铁呢 我跟你 哎 怎么回事啊 我明明开了和平难度的 能不能别这样啊 大晚上背后突然出现叫是很吓人的 哎 为什么要惹不该惹的人呢 终于也联络 这下全部都够送人头了吧 哎 这位教师太多 我去多插点货吧 好保护一下我这精致奢华的小屋 这样应该没事了 走 回村子里面睡觉去 一栋精致阳气的小屋 怎么能没有透明落地窗呢 嘿嘿 这就安排上 给它做成打开窗的样子 嗯 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啊 哎呀 这样就好看多了 再在周围用树叶围成一圈 挡住拖出来的玻璃 会显得更加自然了 要是能多几包花就好了 嘿嘿 这简直就是节奏呀 接下来就是搬家了 仓库里面的东西啊 我可舍不得丢 哦 还有我的附魔台不能忘记 走喽 搬家去喽 哎 总算全部解决了 给你们参观一下我的房子 看看我这白色的羊毛地毯 瞧瞧我这白金无瑕的被子 再看看我这整齐的小餐桌 哎呀 简直就是人生最巅峰的时候啊 还有仓库里面这些宝贵的钻石 嘿嘿 真是太棒了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 我的小屋还真的挺漂亮的 唯独感觉缺了点什么 我的附魔台呢 走喽 搬家去喽 打开西瓜视频 点击头像 进入个人主页 点击我要加入 加入我的粉丝团 加入成功后 将获得粉丝团专属讯章 打开西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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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开西瓜